好 玉璃高中电子商务科近日展开了一场 以短视频吃播为主题的创新实作的课程 来推动家乡的观光发展 那么也特别是来到了玉璃镇的刘亦峰神父的二手市场 那么来透过社交的媒体进行推广 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花莲南区的美食以及人文故事 玉璃高中电子商务科近日展开了一场 以短视频吃播主题的创新课程实作 推动家乡的观光发展 这次活动特别邀请了电视台的新闻记者担任夜师 由廖美金老师带领学生进行实地采访 和拍摄当地知名人物以及商店 电子商务科二年级学生田怀佑和张建明 前往玉璃天主堂及刘亦峰二手物流藏库 专访了来自法国的刘亦峰神父 刘神父在玉璃镇奉献40年 致力于资源回收工作 并照顾更生人和街友等弱势族群 学生们对刘神父的善行深感敬佩 决定将他的故事记录下来 并且通过短视频向外界宣传 我是田怀佑 我现在来到了柳亦峰神父开的二手物流市场 我在这边找到了这个书里面 找到一个我最喜欢的这本 孙子兵法 欢迎大家来二手商店来寻宝 这边很多的书任你挑选 我看到一个商品要介绍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很优惠 这个原价至少超过100块的东西 至少200300 这边卖100 学生们通过短视频的形式 向外界展示了花莲南区的独特魅力 为推动当地观光事业做出了贡献 更透过社交媒体进行推广 吸引更多人关注花莲南区的美食和人文故事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